哈喽大家好我是华江北小文哥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华江北 相信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华江北的手机价格到底有多便宜能不能入手呢 因为在这里不管是安卓机还是苹果的机型都会比外面便宜几百甚至几千 像你们平时很多在当地二手店铺里面拿的二手机基本上都是来自华江北 那么二手机究竟有多便宜呢 我们就不绕弯子了 直接带你们去市场看一下二手行情到底如何 首先呢我们来到这家当口拿两台苹果的八代 这是湖南大大哥让我帮他代彩的 说是拿两台手机给他的外伤用 目前苹果八呢是千元机里面性价比来说比较好的机器呢 我们拿的机器呢都是95新以上的量级标准 没有磕碰没有划伤 这些机器呢都是每版无数的64级版本 目前市场拿货还要1200左右 个别层次比较新的话大概在1300 和国防都是一样的配置插卡及用全网通网络 微信吧 收广的钱都没了 像这种目前千元级别的苹果八代的话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流畅 无论是当车载的carplay或者是留一个当备用机都是很ok的 最后呢我就拿了两台电池效率和外观乘測都比较不错的啊 苹果八点就给老铁安排了 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艾斯的燕机报告 这边呢也简单的看了一下艾斯住手也是一个全绿的状态 等到我们晚上回家之后再做一个深度的测机 确保没有问题就给老铁安排 现在呢我们再来给一位福建的大哥挑选一台iPad 的这是一款2018款的iPad三十一版本目前市场难活一千六左右 这位大哥呢预算也就千元左右我就给他推荐了这款2018款的目前来说性价比也是非常的不错 他买来也是用来给孩子上网课了 看了一下外观达到95星以上的量级标准没有大的磕碰和划伤 等到晚上回家再做一些深度的测试确定没有问题就给他安排 现在呢我们再来到这个笔记本的这个档口来给一位老铁挑选一台苹果的笔记本 这位老铁呢是做这个摄影编辑工作的 所以说对这个笔记本的配置来说要求的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他的预算只有七八千肯定是拿不到近两年的一个机器的 所以说我就给他推荐了2017款的顶配机箭 这台笔记本人搭载的是一个i7的处理器 16加512G的一个固态硬盘双显卡的配置 性价比是非常的高 用他来做图设计和视频编辑工作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今天要淘到机器呢我都已经安排完毕了 等一下我们还要回到家里面做一个深度的侧击 现在呢我先把这些手表还有一些耳机先给老铁们安排走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小王哥我在华江北 有喜欢我视频的可以关注我每天晚上九点半 我们直播间不见不散 关注我带你淘机不迷路